沙特在出手,耗似100亿购买两枚撒弹导弹,美俄怒诉,谁买的? Admin 2018年6月11日22.52分30秒。军事。阅读。299715。评论。0。 步入21世纪以来。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研发洲际飞弹的能力,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,也不能像枪支弹药那样有钱都就可以买到。 Sponsored Links 相信众多军迷朋友都知道,二战中美国首次对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,让众多民众都首次感受到了核武器的强大威力。 二战结束后全球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该条约的宗旨就是禁止核武器战争,和平利用核技术,该协议明确禁止了,各国直接不得转让核武器。 不仅如此,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,西方国家还急签署了中岛条约进一步限制了500公里到5000的弹道飞弹的研发,确保全球军事强国和武器不再扩散。 Sponsored Links 但总有一些国家,仗助自己财大气粗用尽一切手段,想拥有核飞弹来确保自己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与地位。 众所周知,沙乌地阿拉伯依靠国内丰富的石油资源实现了造就了巨额的财富, 但沙特除了石油开采,国内其他工业基础十分落后,全都要依赖进口。 在上世纪90年代末,沙特斥资百亿,一次性从中国采购了30枚东风三型弹道飞弹,顿时让美国愤怒不已,凭集住东风三飞弹强大和威慑能力,长时间确保了沙特在中东大国的地位。 上个月,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,美国及北约联盟结在中东地区获了大批神秘武器,该型武器装备,真是限制出口的洲际飞弹,随后派遣了调查小组进行了彻底调查,发现这款武器就是R36M洲际弹道飞弹, 该型飞弹是前苏联时期研制而成,射程可达16000公里,可携带20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,是当今威力最强大的洲际飞弹。 Sponsored Links 顿时让美国及众多国家都感到十分恐慌,美国安全委员会立即进行了调查,发现飞弹属于俄罗斯,随后理解遭到了俄罗斯的辟谣。 俄罗斯称,绝对不会把这型飞弹或技术出售给其他国家,最后沙特坦诚,花费10亿美金从乌克兰购买两枚该型飞弹,虽然说飞弹已经全面拆解,但通过组装后仍然可以形成强大和威慑能力。 为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,这严重破坏全球和平局面。